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新陈秀 在这个地方我会跟你分享心灵成长 个人成长的内容、观点以及故事 还有我们影响一道工具可以聆听 让我们一起学习锻炼我们的内在 活出内外丰盛的理想人生吧 哈喽你好 非常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节节目 在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 还有我们之前的内在锻炼的直播课里面 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主题 叫做心想事成的头号阻碍 然后在那堂课里面我们提到所谓的四不一致 也就是当我们想要去显化一些事情 当我们想要去实现一些目标的时候 我们要在我们自己身上去做一些功课 怎么样的功课呢 就是学习把我们的思想、情绪、行为模式 以及我们的能量调整成一致的方向前进 那今天我们要聊聊有关于行为模式和习惯的建立 因为我们在学校和家里面 我们几乎没有学过有关于行为模式和习惯的一些建立 所以在今天要跟你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呢叫做原子习惯 在这本书的开头写了一段故事 他说英国的自行车选手 从1908年开始 他们长达110年都没有读过任何的冠军 直到呢一位叫做代夫布莱尔斯福德 他们担任国家队的教练之后 不到五年的时间 他们开始拿下了178座的世界冠军 所以你会好奇到底他做了什么 到底这位国家队的教练他做了什么 让原本长达110年都没有夺冠的英国自行车选手 在他上任不到五年就拿下这么多的世界冠军 他其实做了一些一般人觉得蛮特别的一些事情 你可能觉得毫不相关的一些事情 他一直不断的持续的去找1%的改善 去做一些修正 比方说他重新设计单车的坐垫 比方说他在轮胎上涂上酒精 或者是他用电热式的紧身裤 来让选手们去维持肌肉理想的一些温度 然后换穿不同的比赛服 看选手觉得哪一个表现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舒服 他甚至请教外科医师 教选手如何去洗手来减少感冒的几率 还有找出最佳睡眠品质的这些枕头 重点是 为什么这些看似无关的训练会有效 看似跟训练无关的事情 却让他们拿下了这么多的世界冠军呢 答案是我们要学习 当我们想要完成一个目标的时候 与其专注于目标 不如专注于什么 不如专注于系统 目标取向的心态呢 常常会造成所有的溜溜球的效应 也就是说 我非常想要达成目标 我一心一意地专注在目标上 没错 这是想要实现目标的一个方法 但是如果你单纯只这样做的话 你的比赛结束之后 你的训练就停止了 你的成果又开始退步 然而呢 培养一个 能让你达成目标的一个系统 才是长远的思考 也就是专注在过程 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的双进的认真教练课里面 我们有一堂 有一个月的课程 叫做显化四部曲 里面有很多有关于思考 情绪 还有行为模式 达到行为模式跟习惯的一些技巧跟练习 那在这边呢 我用这个原子习惯的这本书 来跟你分享我所学到的四大的观点 其中有一些也包含我们在课程里面 有分享给学员的一些技巧 OK 有四个原则 是原子习惯这本书里面所分享的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让提示 让提醒显而易见 让提醒显而易见 人类其实是一个习惯的一个动物 我们每天一直不在做的事情 是我们从过去不断养成的习惯 而且很多习惯 有的时候是没有意识的 不知不觉的 比方说走进便利商店 我们就会一定不小心 走到某个地方去 然后拿了某个产品 然后回家 那有些东西呢 是被一些公司 他们所设计的一些浏览的动线 所以我们不知不觉 无意识的去养成一些习惯 那些行销公司 那些食品公司 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摆设 在架上的产品 他们知道 如果我们要让消费者 多买几件某样产品的话 那么我的产品应该要摆在哪个地方 因为他知道 如果让一件事情变得容易看见的话 人们就容易采取一些行动 所以要养成习惯 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 假设你想改变任何的坏习惯 或是你想打造任何的新习惯 打造新习惯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就是让你自己容易去看见 做某个新习惯的一些提示 而其中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在课程里面常讲的 叫做觉察是改变的开始 尤其是你想改变一些坏习惯 不管是我们在 这个WellFit的这个90天 减脂计划的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其实都是从觉察 这件事情开始去做起 因为当你觉察 你为什么要吃一样东西 而当你觉察 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吃 你去觉察在你吃的当下 以及吃之后 你身体的感受是如何 而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而你究竟是为了情绪而吃 还是为了健康而吃 是为了身体而吃 还是为了一些情绪性的暴饮暴食而吃 这是我们在WellFit里面 透过13周的不断的练习 培养学员去习惯 觉察自己吃东西的模式 而一旦你去觉察了之后 你就有办法去改变你的一些行为 所以其实不管是任何的行为习惯的书 我从以前到现在看过 大多数都会以觉察来当作是一个开头 也会告诉我们觉察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原始习惯也是一样 在让提示显而意见这件事情里面 它第一个强调的也是觉察 那另外它提供了一个 我觉得很棒的技巧 可以来跟大家去做分享 这在以前我在养成我的运动习惯的时候 我就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去做运动的时候 当我们想要去运动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有一些理由 比方说有一些人想要为了变瘦 然后可以让自己健康而去运动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有很多的这个研究 有很多的科学已经告诉我们 其实运动并不能让我们减去 我们身上多余的体脂肪 关于这点我们在之后的Podcast里面 有机会再跟你聊到更多 因为我最近有关这个主题 也涉略蛮久蛮多的 那当我们想要去培养一些运动习惯的时候 也可能是为了健康的身体嘛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处在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可能已经买了这个 健身房的会员卡了 然后会员资格 然后请了教练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点抗拒 可能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 八点要去做这件事情 每一次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些 内在的冲突 什么样的冲突 比方说我们都会一直想说 今天晚上要去运动 可是一想到 那个运动又要一个小时 好像就有点累 然后我们还要回家换个衣服 然后才可以出发之类的 我们会有很多的阻碍在我们心里 而我们心里一直在专注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晚上要去运动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你是一些 就是对于运动想要做 但是又有拖延症的朋友 你可能会有跟我相同的一些经验 就是你想到你要去运动 可是同时这个想法 其实在惩罚你自己 因为你会觉得 你有点抗拒这件事情 这样一个内在的冲突 其实有时候 我以中医的观点来说 可能真的会去伤及 我们的五脏六腑 所以在这十几年 我在观察有关于 习惯的建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 如果你想要采取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靠运动去获得你的健康 你想要去获得一个 去建立一个运动的习惯的话 你要让学习 让你的四不一致 就是你的思考情绪上面 不需要一直专注在想 我要运动这件事情 我知道这个东西感觉很吊诡 对 既然我要建立这样的习惯 可是你以为叫我不要想这件事情 答案是我们要让我们的专注 专注力跟我们的能量 多放一点 在另外一件真正有效的事情上面 也就是 我发现 与其 原始习惯这本书里面也讲 与其去不断去思考 我要做运动 我要做运动 然后产生的东西在冲突 不如去写下一个宣言 很简单的宣言 我要在什么时间 出现在什么地点 也就是你把你自己宣告 你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意象 简单的一个意图 告诉你自己 你要在什么时间 出现在那个 会让你采取某个行为习惯的一个地点 而你不需要一直去想 你要去做运动还是怎么样 因为那个会让你有过多的 你的猴子之心 你内在的这个猴子脑袋 会有一直不断的联想 就是做完运动会多累啊 然后做运动 这个过程又要怎么样 会想很多 会让自己退缩的一件事情 但是 在原子习惯这本书里面 有提到 一个叫做执行异象的方法 也就是你写下 你告诉自己 有意识的 告诉你自己 在什么时间 出现在什么地点 所以后来我发现 以前我在刚开始去 有跑步的时候 我发现 要去跑步之前 对我来说 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我把我的 我把我的内在的焦点 专注在 在晚上六点时间 穿好鞋子 然后呢 坐在摩托上面 可能我就会出发 跑到超长去 或者是 在礼拜一 晚上五点的时间 我要穿好鞋子 出现在我家楼下的 家用健身房 OK 我没有让我自己 专注在 我要运动这件事情 只是让我自己的身体 直接出现在那个地点 你会发现 当我们 去到一个环境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得 怎么样 我们就会不得不 让自己去采取一些行动 就如同 那些食品公司 他们很明确的知道 在什么地方 摆上什么食物 我们就会不小心 多拿一些 对我们身体 没帮助的垃圾食物 是一样的道理 而现在不一样的是 我们透过觉察 有意识地让自己 做这件事情 这叫做 让提醒 醒而易见 第二个 他的这个原则习惯呢 第二个原则叫做 让习惯充满吸引力 他里面提到一个例子 我觉得很棒 他说 曾经有一个某某电视台 他们要推广 他们的一个新的 一个可能是 推理的一个节目 然后他们希望 这个节目的收视率 会很高 所以他们运用了 一个小小的技巧 让人们怎么样 让人们把他们节目 跟自己 跟充满渴望的一个情绪 去混搭在一起 怎么样去做呢 他们在节目开始之前 不断地去有一些广告宣传说 每个礼拜三 晚上八点 请准备好 你最喜欢喝的饮料 或红酒 以及爆米花 然后呢 准时出现在 我们的节目前面 他在节目开始前 不断放送这段话 跟这段广告 他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知道 人们已经很习惯地 将喜欢喝的饮料 红酒 还有爆米花 当作是一种娱乐 以及放松 一种舒服的感觉 他们知道 人们喜欢这种 度假放假 看电影的这种感受 所以他们刻意地怎么样 刻意地把他们的节目 跟这件事情 去捆绑在一起 在这本书里面 这个技巧叫做 诱惑捆绑 也就是 如果你想要去 建立一个新的行为习惯 假设是运动习惯 假设是某个饮食的习惯的话 可以的话 你要把它跟你原本 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或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捆绑在一起 有人就曾经这样去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那种 跑步机上面 或有一些电视 让你可以怎么样 让你可以在上面看 你喜欢的电视节目 然后呢 当你每次 到健身房的时候 你踏上这个跑步机的时候 对你来说 就会变得很轻松 因为你会想要 转开你想要看的电视节目 然后你同时在做 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把你需要做的事情 一并做完 而当你重复的 够久了之后 这个事情就会变得 充满吸引力 而且非常简单 所以这个原则叫做 让习惯充满吸引力的方法 其中一个技巧叫 诱惑捆绑 OK 第三个原则叫做 让行动可以轻而易举 曾经有一个佛罗里达州大学教授 他曾经做了一个实验 他上了一个 这个摄影的一个课程 然后学生呢 他们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后 都需要教一些照片的 这个作品 然后他把学生分为两组 一种叫做量组 也就是追求数量的那一组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目标是在学期结束之前 拍出100张照片 只要能拍出100张 就可以得到A 那么另外一个叫做直组 也就是重值不重量的那一组 他给他们的作业是 他们要想出完美的做法 然后能可以拍出 最棒的一张照片 最棒的张照片拍出来 才能够得A 结果很有趣的事情是 结果他发现 量组 也就是追求量的人 他们交出了更好 更多的一些好的照片 可是追求直的那一组 却怎么样 却只交出了几张平平的照片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这跟我们的人的行为 莫生也很有关 就是 我们也会发现 有的时候 当我们想采取一些新的计划 跟行动的时候 我们会一直 只停在启动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一直停在 计划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却没有 真正的一个行动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 都害怕怎么样 都会害怕失败 所以我们都会 不自 很 无意识的 去延后 采取一些行动 可是当我们想要 真正精通一件事情 把它变成习惯 关键是 采取大量 而且重复的一些 行动 而且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不要想完美之后 才采取行动 所以我们要学会 重复了 采取多样 多次的行动 因为它有一个作用 叫做 长期增强作用 在1860年的时候 英国哲学家 乔治亨利路易他写 一段话 他说 学习讲一个新的语言 或者是弹奏乐器 或者是执行一些 不熟悉的动作 会让一般人觉得 十分困难 因为每一种知觉 通过的管道 都还没有建立 可是只要频繁的重复 一旦开出了一条路 困难就会开始消失 这些行动会变得自动化 就算你的心思 放在别的地方 你仍然能够 照常去执行一件事情 在初期 我在学习冲浪的时候 我很喜欢冲浪 那件事对我来说 是新的事情 而且每次浪都不一样 所以当我在海上的时候 我的心思 没有办法去想任何事情 我只能专注在当下好好的冲浪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纯粹 在当下的一种感觉 但是当我越来越成为老鸟之后 我冲浪冲了十年之后 各种浪 我几乎都冲过 然后也都尝试过 然后在海上时间也很长的时候 就好像我已经学会开车了 我可以同时开车 跟别人讲话 再放音乐 听音乐唱歌 所以在冲浪的时候也是一样 当我变得很熟悉的时候 我的心思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但我仍能够照常执行 因为我的身体有肌肉的一个记忆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对我们来说 成功是拥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财务管理的习惯 或是成功是拥有一个 非常好的写作的习惯 任何一个你想要建立的一个习惯 不管是运动或者是饮食 如果你能够养成了 这样一个长期增强作用的一个习惯 让这个行为变得自动化 成功对我们来说 不就是一种自动的行为吗 OK 所以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 你要问的 不是我要花多久时间 才能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而是要学会问一个对的问题 也就是我要花多少次 我才能够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专注在次数 而不是专注在什么 专注在要花多久的时间 执行一项计划的时间越长 不会越有帮助 可是执行一项计划的次数越多 就会越有帮助 方法是用一个方式叫做 最小努力原则 所谓的最小努力原则就是 你想办法让一件事情变得 最不耗力 最不费力 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你拿出一个水管 你把这个水管用弯 然后呢 灌水进去 那如果这个水管弯曲的地方 变扁扁的 就是太弯的时候 水就不容易通过这个水管 你有了解意思吗 那这个时候你有两种方式 可以让水更容易通过水管 一个是加强你的水量 加强你的水压 另外一个是把水管怎么样 把水管伸直 让它变得畅通 如果你选择加强水压的话 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废力的例子 加强水压的做法 就好像怎么样 就好像你单纯的想要靠你的意志力 跟渴望去把一件事情完成 但是在我们推广WildFeed 这个90天的监制计划的时候 我们就有跟学生说 靠意志力是行不通的 我们必须要用另外一些方式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课程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改变学员的这个思考 情绪以及行为模式 让他建立一些新的习惯 他就可以自动的去怎么样 比较容易去打算 想要得到一些成功 那把弯曲的水管变直 就是比较容易的一些方法 你可以去观察 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例子 那些非常容易让人 养成习惯的产品 尤其是像我们每个人 都很爱用手机 我们要用手机 我们要跟朋友联络 我们在里面做很多事情 都非常非常的轻松 而越轻松就越容易 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 所以最小努力原则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想要让饮食变健康 你就利用周末时间 然后把所有的健康的蔬菜水果都准备好 放在容器里面 这样一来 你在下一周 你就可以更容易去取得 你可以食用的一些健康的食物 如果你想要养成运动的一个习惯 那么你就要随时去准备好 你的运动服 你的运动鞋 还有你的这个 让你跟健身房之间距离近一点 如果它是在你从公司回家的路上会经过 那是最好 而如果它是离你跟公司有一段距离 光是这样距离就会增加这件事情的难度 变得不是用最小努力原则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练习时 你要如何把你的环境准备好 让你可以养成一些好的习惯 你要如何把一些环境给改变 让你可以修正坏的习惯 让你去做一些坏的习惯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 OK 第四个是让奖赏令人满足 在原始习惯里面的最后一个原则 它里面提到一个例子 它说口香糖 口香糖以前并不是这么风行 直到有一间公司 他们推出了薄荷口味的口香糖 结果大家怎么样 在吃口香糖之后 觉得口气清新 而且感觉非常舒服 有一种正面的感受 所以口香糖就变得大为流行起来 牙膏也是一样 原本以前大家也不是那么喜欢 就是刷牙 知道牙膏里面也有一些口味的时候 大家觉得刷牙这件事情 变得是开心的 有正面情绪的时候 他们获得在做这件事情 当下拥有一个立即的奖赏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容易 所以让奖赏令人满足 是强化一个习惯的一个方法 但是现代人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好习惯 现代的社会 通常都把奖赏放在未来 比方说如果我们可以培养一个复利的好习惯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办法做到 为什么没有办法 很多人有固定存钱投资习惯 因为那个奖赏是在未来的 但是坏习惯 比方说马上消费一个3C产品 对我们来说奖赏是在当下的 所以这是取得立即的奖赏 让奖赏令人满足的一个挑战 而我们所谓的奖赏 也不是每种奖赏都很有帮助 重要的奖赏是什么 就是立即的奖赏 是我们的会触发 我们会很想采取某个行为的一个关键 而这里的奖赏指的是 你做完某一件你想要做的这个习惯 之后你的结尾做了什么 所谓的奖赏是这样子 而且它要与你的身份认同一致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变成健康 你的身份认同是我是健康的人 你不可能在运动完之后 给你一个奖赏是去吃巧克力蛋糕 或是去吃很多的炸鸡之类的 这个跟你身份认同是打架的 所以如果你要去在你的运动完 因为运动也是一样 当你持续的想要去锻炼你的肌肉 然后让你的体态变好的时候 它可能没有办法在第一次你就感觉得到 但是有可能在三个月六个月 一年两年之后 会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进展 这个也是奖赏在未来的例子 但是如果真的想要让我们去建立一个运动习惯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可能在第一次每一次运动完的当下 我们就要去给我们自己一些奖赏 我们就要给我们自己一些奖赏 这个奖赏可能是看你喜欢看的书 这个奖赏可能是怎么样 看你喜欢看的一些课程 就是一些比较跟运动跟健康有关联 而且你真的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当然看一场小小的一个剧或是电影 你觉得也不错也可以 OK 或者是当你怎么样 当你想要花钱的时候 你就存一点钱到你的某某就是消费账户 或者是未来的房子的账户 你每一次想要有一个坏习惯的时候 你马上转移到存好的东西 存钱到另外一个账户里面 你会感觉到你的钱增加了 这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去写作 你想要录一些YouTube影片或录Podcast 那你要给自己什么样的奖赏呢 比方说你录完Podcast之后 你可能会去怎么样 去学习你想学的一些课程 会带着渴望你做的一些事情 或是你想要建立运动习惯 你可以说运动完之后 我可以吃一个健康舒服的一餐 或是运动完之后 我要去洗一个香叛奔的一个澡 然后非常非常舒服的回到房间 OK 所以这个是让奖赏令人满足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技巧 所以我们今天提到了几个 就是打造行为模式 和打造习惯的一些技巧跟练习 它来自于哪里 它来自于原子习惯这本书 第一个叫做让提醒显而易见 第一个是让习惯充满吸引力 第三个是让行动轻而易举 第四个是让奖赏令人满足 我希望今天的内容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感谢你的聆听 也欢迎你关注我们在不定期都会举办的 这个内在锻炼的直播课 一起在直播上面跟我们一起学习成长 好吗 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见哦 拜拜 如果你对更多进阶内容或课程感兴趣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节目 并且到我的网站 参加我们的免费线上课了解更多哦 我们在线上课程中见 我们在线上课程中见